大家好 我是山林老北阿岳 我觉得是尊重每一个人对露营的想法 不管从出街的 玩家级别的 车速的 野营的等等 肯定有 不同的感受 那我想要说的是 露营给你什么感受 如果帐篷搭起来了 而且还是顶级装备 拍个美照分享 然后就闲闲没事 然后就滑手机 不觉得有点浪费感受大自然的机会吗 那一天带小孩来靠海的营地 呆了 呆了三天 平时 天气不好 十寝十语 古墓始终脏兮兮的 抓虫子啊 玩泥沙 淋雨 然后去海边吸水 在状态上来说呢 就是如何跟大自然相处 一切从简 我认为呢 这是最舒服的感觉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从来不会刻意摆设 因为我觉得晚都来不及了 哪来那么多时间 搞装备 然后搞这些东西 其实是懒 大家好 我是张正月 今天非常开心 能够加入小红书的Raycar club 分享自己的超酷玩车生活 今天要来分享一台 非常特别的车子 OK这台车子呢 就是BMW的R9T 那这台车子呢 是我应该算是第一批吧 好多年前的第一批 这台车子呢 骑了几年的时间 就觉得想要改造 想要客制化 想要客制化 所以找了台北非常知名的 Tulau Custom 也是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开的客制机车改装店 给他进行修改 那这台车子呢 其实更动的地方蛮多的 我们先看到就是油箱的部分 油箱的部分呢 是手工重新打造 因为原厂的油箱 其实是比较肥大的 但是呢在我自己的观念里面 我觉得机车的上半身 瘦长其实是很好看的 所以我会往瘦长的方向去想 所以这是跟我朋友说 我希望油箱瘦瘦的 然后长长的 原本的样子是不太一样的 那除了油箱之外呢 还有就是整个车架 都是有重新修改过 车架让它拉成是水平的 因为原本的车架 是稍微有点斜度的 水平的车架 就是会有一种复古的感觉 所以我也是往复古的方向去走 我觉得啦 如果要选购第一台自车的话 一定要按照自己脑海里面的想法去走 而不是受到别人的影响 我会认为骑车的风格 其实非常重要嘛 复古 街车 仿赛 这些分门别列非常非常的多 我是偏好复古的车型 所以我从以前直到现在 骑的摩托车 大部分都是圆灯 而且都是钢丝轮毂 这个就是有复古的元素在嘛 应该是说你自己对机车 有没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念 这个财是比较重要的 那我自己认为骑车是没有分贵贱的 不管你今天骑比较贵的机车 或者是骑普通的机车 追逐自由自在的那种感觉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不会因为今天你骑比较贵的车子 然后就比较更自由或什么的 没有我也是一样啊 就是我是从很简单的 很便宜的车子开始骑 一直骑到现在啊 那我也不会过度去追逐 而是说改装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嘛 OK也希望短短的分享 可以给大家一些刺激一些新的想法 在机车上面 那我之后也会拍一些其他的东西 那自己期待 我是阿岳 很开心加入小红书的RECOP CLUB 来分享我的潮库玩车生活 还记得上一次 夏天老北有介绍这台车子呢 大众Volkswagen的California Ocean 对那这台车子呢 上一次是介绍内装 这一次呢 这是来介绍外观的部分 那如果有常常在关注我这台车子的话 有没有发现这台车子呢 之前是红白配色 下面是红色 上面是白色 那这一次呢 我做了颜色的调整 就去贴了车衣 上面呢是乳白色 下面呢是橘红色 那看起来就是跟之前的感觉会不太一样 为什么要换颜色的原因是因为 之前红白配色的确是经典的配色 但我那个时候买的时候 这个颜色并没那么多 因为是经典嘛 所以很多人开 我开一开就觉得腻了 都会看到就是跟颜色一样的车子 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把车子换了颜色 既复古又时尚 复古是因为它的上面的颜色 乳白色 比较现代感就是这个橘红色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部分我也做了一些更动 比方说像轮框 轮毂的部分 我也换了就是稍微比较有越野感的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对 改车 一定要符合自己的个性 而且用得到 那很多人改车可能就用不到 它改也是因为就是看到其他人羡慕而改 而不是因为自己真正的需求 所以改车就是要按照自己的想法 还有理念 然后去实现出来 我是这样子想 但其他人我是不知道 但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是最 我觉得是最自然的 不会太做作 好那也希望呢 大家持续关注我的小红书 山林老北 还有我的改车生活 就这样子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